個體認知的發展主要還包含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是感覺洞透期、前運時期、具體運時期、形式運時期 然後這個是重點中的重點 一般而言,我記得方式 因為這個大家很喜歡考桌 它是幾歲到幾歲嗎? 這是02跟71這樣子 02就是台北的區毛 71就是7-11 0跟2是小貝皮的時期 我們知道小朋友主要是跑、眼睛開始看、耳朵開始聽 四肢開始發展的時期 第二個是前運時期 是學習淺幼兒教育的階段 這個時期就可能讓小朋友透過一些勞作 透過一些身體的活動去開展身體的 讓他肌肉開始發展 開始學習一些初步的一些原理原則、一些規矩出來 第三個是七到十一 就是我們講的國小階段 就開始會讓小朋友去學習一些基本的知識 讓他透過一些實際 尤其是第一年級 比較會透過實際的一些影片、圖片 讓他學習就是這是什麼動物、這是什麼類比 或是簡單的數學運算原則 可能會用實際的事物操作讓他去看 說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於你看兩顆蘋果這樣子 到了後期國中階段,十一歲開始會進入 應該是算是高年級吧 會進入一個形式運時期的階段 就開始他會有別於說 他的認知情景必須要強調以說 實際的事物去觀看 他們比較會開始運用符號、那些邏輯的概念去思考說 即使不是一個現實世界的東西 他也能夠透過邏輯思考 或是一些符號運算的思考去操作 就像我們數學裡面講三角函數、多項式 那個現實之中沒辦法找到蘋果來對應這種東西 但是我們在數學的世界裡面 會去處理到這些抽象的東西 也是到這個發展時期能夠滿足、發展出這些能力 皮亞姐他主要是認為 不同時期裡面有不同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徵 他基於每個特徵發展成熟 我們才能夠教育好他 基本上第一個感覺動作起的特徵是 他會有目的的行為 然後還有發展出物體和存性 跟看不見的模仿 這三個特徵 就是他做一個行為可能會 小貝皮哭鬧 可能是肚子餓了 想要爸爸餵他或是發燒了 想要大家幫他解除他那個發燒不適的情形 物體和存心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杯子 我把他藏到椅子的背後去 他還是知道說這個杯子是存在的 第三個是看不到的模仿 可能他會無形之中學習大人的口語動作 應該是這個 就是學習大人的語言 大人的習慣做出同樣動作的東西 在教育上的考量 就是說我們讓他去摸索 小貝皮讓他摸索世界 引發他興趣好奇的環境 讓他願意去看到 從這個世界跟世界的接觸之中 去習慣這些世界的原理原則 跟找出自己如何在世界上生存的規律 第二個是前逆時期 他開始有一個特徵是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語言跟知覺其中的形象 知覺其中的形象 這個時期的重點就是說 那個就是像幼兒園的兒童 他有時候常常會說 我們常常說 小孩是說不聽啊 就可能說故意唱反調啊 或者說他認為說 他凡事只會遇到想到自己 沒有想到說別人這樣子 另外這個時期裡面有可能 萬物有靈魂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可能小朋友會相信說 那個 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有靈魂 有生命的這樣子 然後椅子 比如說這個椅子 椅子是有生命的啊 我們要愛護椅子這樣子 或者說 爸爸媽媽在教導小朋友的時候 也會說我們要愛惜公物啊 為什麼 因為公物有靈魂啊 不然他會痛這樣子 說我們不要虐待動物啊 因為動物有靈魂等等之類 所以我們要 就 有點像是說 什麼事情對他來說 都是跟他一樣 是有生命的這個意思啊 然後這也是會發展出一些 像是小朋友怕鬼啊 想說啊 那個廁所很暗 到底他躲著鬼 這種靈魂靈異的那種害怕的心態 在這裡他也會發展出一個延誕的模仿 可能比如說 早期看到爸爸媽媽做什麼動作 就學到 當下看到人家拍手 他也跟著拍手 但是延誕的模仿意思就是說 他當下雖然看到爸爸媽媽拍手 但是他當下並沒有反應 而事後會去做出拍手這個動作 剛忘記講是我中間語言 就可能比較像是說 一些媽媽畫 比如說我叫小明 可能會講說小明今天很乖 整個樣子的沒有吵鬧之類的 就可能他會 而且會比較用那個媽媽畫之類的形式去表達說 痛痛 這裡痛痛 小狗壞壞 等等之類的這種語言去呈現出來 另外教育上的討論是這個時期 雖然說發展出一些能力一些特質 但是他還有一些 觀念還沒有建立的完成 沒有辦法理解到說 為什麼 1加2可以等於2加1 就等於說我們數學裡面 等一下我瞧一下 就可能說他只會直向性的思考 沒辦法 那個什麼 反向性的思考 就沒辦法倒推出來 1加2等於3 然後等於2加1 也等於3 這種能力挺有比較缺乏 沒辦法舉一反三 沒辦法逆推回來 也是涉及說他比較難你去推理 接下來是無法守紅 其實跟不可逆心是有關的 為什麼 就比如說可能是 那個他覺得說 有覺得說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但是我們聽過的成語叫招商牧師 就是從前有一個人養了一群猴子 本來早上給他三顆 晚上給他那個什麼 本來是每天給他那個 那個什麼 每天給他七顆 早上給他三顆 然後晚上給他四顆這樣子 阿拉吉 然後他們就 然後他們就 等一下我給他更正一下 就原本給他每天 每天給他們都十顆好了 十顆好了 但是有一天那個 主人跟他說 那我早上給你三顆水果 然後晚上給你四顆水果 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猴子就生氣了 後來主人就跟他 說不然我們早上四顆好了 晚上三顆 好不好 他就好像一直心想說 那我早上好像多一顆四顆很高興 但是他沒有想到說 早上三顆 晚上四顆 跟晚上四顆 早上三顆其實是一樣的 都比原來的十顆還要少這樣子 就跟無法熟 比較有關的東西 那接下來是具體運輯 就是那個 我小階段的小朋友 他們開始會發展出守候能力 一致性 復古性 可逆性 就是開始能夠算四則運算那種等式的東西出來 然後另外可以序列化能力 就是我們教育裡面常給數數啊 一二三四 然後到一百的數 到一千的數 到五千的數 到一萬的數 到一億的數 這種 可以去排序說 假大與假大與比 或是 這個是優先的 然後這個是次要的 這個是最不重要等等 最後有空間保留的思維能力 就是說今天他看到我們在操作一個容器裡面 注入多少水 然後這個水裡面 基於他的長寬高 這個容器裡面的長寬高 可以決定說我們的水的體積有多少 在我們教學過程之中給他看食物 但是其實之後他可能在回考試的時候 他可能心中還是可以浮現出這些 實際操作這種空間 長寬高的這些概念出來 而不是說一定要看到食物才會去思考這樣子 那第四個是可能性跟我們剛剛講的 朝三暮四嘛 顛倒朝四暮三 才知道是一樣的 那第五個是開始去習中化 就意思是像他開始不會只是關注到自己而已 或是關注到自己想要關注的點而已 他會看到更多的印象 更多人跟他不同的想法出現 然後最後一個是形式運思維裡面 重要的任務 重要的特徵就是說 他們會發想抽象思考 然後推理那些 就跟我們印象中比較常知道的 歸納、分析、演繹等等之類 跟哲學界講的什麼邏輯那些 或是數學符號運算 sin or sin 那些概念的這項頭 或是什麼 x平方等於2xy加y平方 x加y括號等於那個什麼 括號的平方等於x平方加2xy加y平方 可以去攝入這些代數運算的這些議題 或是幾何的議題出來 基本上Paul對皮亞傑的認知發展 那麼也說有幾個貢獻 發現到說 學同心智發展是由他階段的 而且有階段性 而且是他主動去建構知識 而不是我們塞平他的知識 而且每個人的速度不一 就有點像 可能有時候我們就會說 你的小朋友怎麼學不好 是不是太笨了 但是趙迪亞傑的理論 可能是他並沒有發展完成 而所以他才學不好 只到有一天認知發展完成之後 你會發現到 奇怪 他怎麼一下子好像開竅一樣 原本不會的東西很快就學會 但是有些人對他批評 所以認為說他只重視個人的認知 忽略到社會的發展 第二個是說他重視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 我們才能夠教什麼 有時候會減低 說我們教育可以補足說發展不足的那些價值 第三個是他實驗的那種實際組緣跟理論 他這個理論可能只選幾個小朋友做實驗 再一個廣況的 我們在教學現場 三、四十個、幾百個學生 然後或是幾千個樣本裡面做出來的結果 他只做個案 做三、四十個小朋友的發展心情來說 是比較不符合的 不過他對我們的貢獻是 他提供我們很大的啟示 雖然說只是個案 但是可以讓我們很大的參考價值 他有別於說 剛剛對於比亞吉的批評說 他忽略到社會的因素 另外一個俄國的、蘇聯的社會心理學家 迴高斯基 他認為說 個體的認知除了學著年齡的變化而學習之外 我們社會認識是受到唐人的影響 或是我們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 我是一個中國人 可能我學習的形態 會受到我祖先文化的影響 或是有一個歐美人 我會受到我歐美文化那種類型的影響 第二個他認為說 認知思維跟語言有密切的關係 比如說中國人的語法跟外國人的語法可能不同 基於這種語法不同 我們所強調發展出來的知識可能會不同 就像阿拉伯數字的試者運算規則 或是像我們中國早期那種 宋朝其實也有數學 那時候數學的規則 原理可能也不進相同這樣子 最後他比較特別的 最重要的地方是他發現 宣稱說有一種可能發展趨勻 就是說他認為說 我們有別於說皮亞傑說 我們兒童發展到某個階段 他才能有能力去學會 某個階段會學會的知識 就是維高斯基丁維說 其實人類的學習有一個 他的每個不同間段裡面的學習 其實有一個可以擴充 往上伸展的一個界線 他這座可能發展區 又叫TPT 他認為說 雖然並不是像皮亞傑說 幾歲到幾歲之間只能夠學到什麼東西 他認為說其實他有一個往上征服的東西 只要透過我們適當的行人的輔助 提供給他鷹價 他能夠 比如說我們假設 如果傳統理論認為說 他這個階段只能夠發展到80分 但是維高斯基認為說 其實並不能武斷的說 只有最高只能到80分 他可能向上還可以延伸到100分這個range 至於要怎麼讓一個原本只能達到80分的人 能夠突破到100分 就可能要透過同儕的幫助 或是老師的幫助 提供一些思考 學習的音價讓他去學習這樣子 這也是我們最近流行這個學習 日本所成學的學習共同體 成為互學的原因 讓學生透過互學搭起音價 讓學習可以跳到學習 超越自己原本的程度 不學到很多東西 也是類似原語是維高斯基一些教育心理學的概念 另外跟他有關的是 他認為說思想跟語言 在音樂的階段是平行的 之後會審核在一起這樣子 對於他來講 思想是由整體到部分 但是語言是由部分到整體的思考 但是總歸而言 在他認為說隨著發展的過程之中 其實思想跟語言 就是我想的跟我說的 他認為說是兩鬼 但是他認為說是隨著學習的發展 這兩個之間會會長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種認識發展的動力 這樣子 所以他也特別強調說 那種語言學習的重要性 男男自語等等之類的 他認為說是一個蠻值得關注一些社會學習的問題 比如說我現在要跳囉 我現在要畫畫了 我現在要畫一支線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 在邊做動作邊說話的過程之中 涉及了思維跟那個語言之間的互相配合的動作 所以說他裡面 但是一些人對他的批評是說 他這些思維跟語言只是處理到 那個什麼 思維跟語言發展階段裡面 有人把他分析出一些特徵 但是裡面有一些問題 他認為說 他的特徵主要是處理前進制階段 比較幼兒那種階段 然後缺乏經驗性判斷的階段 就可能幼兒的生活率、利率、歷練還不夠多 然後的階段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欸!那個人才這裡 我看一下 應該是說 認為說那個女人的思想跟語言 等一下更正一下 他思想跟語言發展 會從那種不同 比較破碎的階段 怎麼邁向到一種 那種整合的階段 應該是這樣子講 但是每個階段裡面 可能早期階段裡面 會比較缺乏一些經驗的那種減症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開始 會透過一些外在符號 自言自語之類的 最後才會基於人跟社會的互動 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跟語言之間的協調 基本上在每個階段裡面 都有他的那些不足的地方 然後直到最後才會補足他那種不同的地方 不過對呀 這種分類 我覺得啦 也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是不是 在 是不是 就像比亞姐一樣 是不是他這個 假設是可以適用到廣告的 樣板上面去 也是值得我們這去研究的地方 沒有 只值得我們這去思考 一定要來不是照單全說 這樣子 那接下來第五個是那個 過兒保 過兒保主要是道德發展理論 他主要是我們常常熟悉的三期六段論 那那位小朋友的道德發展一開始是害怕處罰 就必法服從 接下來是說我們給你糖果 所以你會乖乖的 相對功力 那接下來是尋求認可 為什麼要當好孩子 因為老師會說 今天小強表現得好棒 接下來是說遵守法規階段 就是說今天老師說什麼 我們不能講話 所以我就不能講話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個 破洗術階段裡面 社會法治階段 主要是講到社會契約 然後在這裡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下 二十二跟三之一 都是跟法有關 那兩個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它不同在於說 二十二主要他們的法 是別人立的法 就是說老師規定你不能怎樣的規則 所以我不能違規 但是三之一的規則 比較像說 我今天不能違規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班級有我們班級 我參與在內共同制定的生活公約 所以我不能違背我自己跟人家協調 制定的公約 是屬於一個比較被動的 然後一個比較主動的 然後最後一個是普遍倫理的訊項 就是他認為說發展到最後 儘管沒有規則 他也可以依照情境的不同考量 去思考到什麼事情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可以說 憑著良心而做事 三期六段的後期他還發展出一種階段 就是那個無慮的階段 其實三期六段裡面都開始有一些 自我規律的 慢慢的往上提升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是布魯納的認知表徵系統論 他是認為說我們學習的過程之中 會學習年齡的不同 產生運用不同的那種 那種心理機制去學習 一開始動作表徵法 三歲以下的幼兒可能是 跟著大人做什麼動作 大人拍手都拍手 大人笑都跟著笑這種 大人會吐口水他也跟著吐口水 有點像直接模仿的外在、外顯動作的行為 接下來到兒童階段 就是小朋友的階段 裡面就可能他會運用具體的東西 然後針對具體的東西 可以事後去延 我們剛講的延宕模仿 就是他會記在心中 然後產生一種形象 然後最後在不同時機裡面 可以類推去做出同樣的行為 這裡是涉及到心象的使用 就是說即使這個東西沒有在你眼前 但是你還是會記著形容 事後再表現出來 也是存在你的心中去運作這樣子 就剛才有講到那個什麼 知道守恒、知道保留、知道守恒這些階段 知道一些簡單的試著運算規則 這些階段 或者說剛才講的融積啊 那個融積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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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那種融積的那種融積的那種 融積的那個原則 雖然說沒有看到 現在眼前沒有融器 但是我事後還是可以透過心象 去記住這種規則出來 最後一個是符號表徵 其實跟皮亞姐 剛剛那種階段 那個形式、異式型的像 像是符號、邏輯思考那種去學習 其實很多心理學家的發展的東西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配合起來 再配合起來思考說 哪個階段跟哪個階段之間 可能會處於哪個時期 這也是考試常常重視的一個密題的重點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再講下個階段 有關於學習知識的理論 好 有關於學習知識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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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想要去試試 讓我們學習知識的理論 核心理論